我們開始人物廠 現在有六個工廠 一個是PVCR廠 一個是機械廠 一個是台藝廠 一個是工業廠 一個是錄影機廠 一個是鹽廠 因為我們過去做這個PVCR 所需要的錄影機 是從念書法所得的這個錄影機來做 不過的部分呢 是從外國進口 因為外國進口啊 要浪費一家幣這個外匯 這樣子 對我們國家的這個工業發展 社交工業的發展啊 這個有很大的阻礙 所以我們為了這一點 配合政府的這個 食品化學工業的計劃 我們就在人物建設了這個錄影機廠 我們最主要的就是能夠節省外匯 是的 這個錄影機廠的興建 完全是用國人的技術來完成 可以說是相當的難能可貴 目前已經進入了試車的階段 謝謝 這個VCR廠呢 我們從這個六四一年底呢 向美國買好了這個 挪耗之後呢 我們在六四二年四月 我們派了一批記事營養呢 到美國去實習 那實習回來呢 我們開始規劃這個 二四四四一年的這個錄影機工廠 這個 所有的這個機械設備呢 全部 有這個開始自己呢 來規劃 來購買 我們這個建廠呢 是從六四三年四月開始 到目前呢 剛好生成一年 我們呢 在今年四月 半月底呢 全部完工 四月一號開始呢 我們開始試車 那第一期呢 我們這個月 五月一號呢 開始可以 加料生產 試車 那這個 全部工程呢 一定 一月一號開始呢 可以開始 開工 開工 是的 那關於這個 建廠的特色呢 我們跟其他的工廠建廠 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我們像美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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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這個 基本工程設計 那 詳細的這個 製造 設計呢 工程 全部的工程設計呢 全部有 開始我們自己的工程部門呢 來負責設計 那現場呢 嗯 除了這個 這個 台灣 不能製造的這個 特色的 機械設計 像國外買之外呢 大部分的設計呢 是在我們這個 自己的機械工廠呢 製造 那所有的建廠呢 是由工務部呢 全部負責 來建廠的 就是 因為這樣 對這個 建廠的費用呢 節省很多 通常呢 節省很多外匯 嗯 從此呢 對這個建廠的這個 時間呢 做不到不少 對 我們國人也可以學習到 很多外國人這種 自己引進來的 新的技術 是不是 謝謝 謝謝您 這個建廠的規模 在亞洲名列比一 在全世界 也在五名之內 我們這個 路易器廠呢 嗯 是在 世界上 一個很大的 一座 路易器廠 那麼 就在亞洲 我們是最大的一個 就連日本呢 也沒有我們這麼大的 那麼 世界上呢 是在第五名裡面的一個大塔 一個現代化的一個場 那麼 原料呢 是 雨漆啦 耿路器啦 雨漆 是從這個 東油公司的高 高雄內油廠來 那麼 我們除了雨漆以外 我們最後我們還進來一個原廠 我們的路器是從原廠 那麼 我們做出來的路易器啊 是我們做PV器 就是 聚路易器啦 那麼 這些做出來的這個產品 很多在我們家庭上的 在工廠上用了很多的 這種 塑膠 那麼 我們是供用這個 塑膠的一個原料 那麼 以後啊 將來我們這個塑膠啊 就不是在進口了 目前呢 我們才進口一部分 那麼 將來我們這個電視化 就是這個 路易器章題啊 我們都可以炒掉 炒掉 也請您說明一下 就是那個路易器工廠的這個 完成 就生產以後啊 那麼 在我國的石油化學工業當中 它所擔任的角色是 它的分量是怎麼樣 對 就是 剛才談到 那麼 將來我們在路易器啊 就不必再進口了 那麼 可以接受很多很多 讓我們去外衛 我們去外衛 跟爸爸 我可以接受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